名牌 月亮好 小夕老師好 好久沒見 好久不見 工作這麼忙還這麼精神 您也是啊 我还好 我年轻啊 您瞧 这个是一个公园 这叫黄葱根遗址公园 这个公园的旁边 就是历史上的大运河的玉河 你们周围都是文化历史 历史文化 但是所以显得您特别年轻 比如北京800年的建都市 那么在它面前 我们都是少年 都是年轻人 欢迎您到我们这个 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 就是每天都有很多 这个来来往往的市民来这里看 并且呢举办了很多活动 那咱们去看看您办公室 好 我们有一只白色的猫 特别可爱 我刚才看到了在外头 对对对 那叫什么猫 我们叫万里 万里 做我们的logo 现在因为作为这个 东城文化研究院的这个医院长以后呢 从故宫守门人退休后 您的工作日程是怎么安排的 其实呢我呢就是在 故宫不愿愿愿长的岗位退休以后 好像就没有什么一过度 就从第二天开始呢就在开始忙着各种的事情 第二天说开始做什么了 我开始比如查阅资料啊 阅读啊 写一些书啊 特别疫情来了 那么写书的时间就长了 其实就是 疫情期间就写了十一本 十二本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书 就是一直有这愿望 就是把一些工作的经历啊 一些体会啊 跟大家分享 但是过去在岗位上没有时间 大量时间被事务性工作占着 但是一下退下了以后呢 我把过去收集这些资料 想写的东西 一个一个文件包就给掉出了以后 就开始写 你是不是也是因为你的吴良勇老师告诉你 退休之后反而要把你之前的一些东西提炼 总结升华 所以你在践行着这一节 就吴良勇先生 我读他的博士的时候呢 他呢就一直有一种观点 叫融贯的综合研究 然后我退休以后去拜访他 他就跟我说 他是62岁退休的 他说他62岁退休以后 开始呢 他的黄金的三十多年 那么他说 你呢正好又是学建筑学 又从事过城市规划方面工作 又呢 在文化遺产领域做了很多年 又搞过博物馆 所以你要把这些呢 融贯的综合研究 你有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role model 一个模范在那儿 你可以 你才刚开始呢 你可以告诉年轻人 您的时间是怎么运用的 能够这样有效率的 我平常在家里写作时间并不多 我基本都是看书 那么我真正写作的时间呢 比较多的是在汽车上 火车上 在飞机上 一座火车可能三四个小时 我都在写 你在火车上 你能够专注吗 反倒那最专注了 因为没人打扰你啊 就是我有特异功能 有的人会运车 我是从来不运车的 你知道我到各地 几十年了 我从来没住过套间 我说我习惯使用单间 因为你有套间 外屋就会有一个沙发 有一个沙发 就会有客人 来接你的人就会坐在那儿 坐那儿就会 聊天 跟你聊天 等他聊满意了 满足以后 他走了以后时间没了 我也就累了 我就是靠这些时间 我要写东西 所以时间是挤出来 我看了您的万里走单旗 您感觉像是一个领队 有团员 那这个之外呢 我们也会觉得 您也很像是 对于您自己 以前主管的 这些事务的考察 回访 回访 您常常说 可能像故宫那样子 用活态来保护 是更好的 是不是故宫的这种经验 能够在您现在走访的 这些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 能够去实现 比如在西地红村 那么西地红村是比较早的 也是中国唯一的 以古村落这个价值 进入世界遗产的 二十年间 它成为世界遗产以后 村庄里面没有拆一栋老房子 也没有插建任何一栋新房子 叫我们很感动 但是呢 村庄里面的村民 他们把一些房子租给来 村庄经商的 比如浙江的 比如广东的 这样的一些人 那么慢慢村庄里面就 它的传统的文化 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就是有一个辩论会 就是旅游是不是 古村落保护的灵丹庙药 那次辩论会呢 就想引起注意 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注意 我是反方 我是不认为它是灵丹庙药 您后面有几个人 我这边四个人 加入我五个人 那边十几个人 但是呢 最后辩论呢 这个辩论的越来越统一认识 就是旅游 无疑对这些世界遗产地 它呢 是一个双刃剑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坚守它的 传统文化和文化理想 比如西地洪春呢 它的耕读文化要坚持 因为西地洪春不是因为旅游 而今天变成世界遗产的 西地洪春呢 认为我们这个村庄的风貌 就是硬件没变 我们这些硬件 这些房屋 我们的景观是我们的金饭碗 正因为有了它 我们今天才富裕起来 但是它忽视了 另一方面的价值 就是它们的传统文化 那么在这方面也不能失去 这个节目播出了以后 对当地改变西地洪春 未来的发展有影响吗 现在还没看到 因为刚播出不久 但是我想的就是 引起很多的争论 我们有意地在一些节目里面 挑起这样的争论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说 您虽然离开了您的官职 但是您用民间的力量 用您这个文化守护人的力量 在提醒大家 您觉得这样的一档 影视的节目 对于您推广 世界文化遗产 有多大的注意 引起了多大的反响 从收视率方面还是很高的 那么很多的媒体给予了很多的报道 这些方面我们应该说 是对我们一种鼓励 但是我们更看重的就是 在这个节目的过程中 很多遗产地的这些老百姓 重新认识了家乡的遗产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 好多次强调让收藏在进宫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我理解都活起来的意思 就是要进入人们现实生活 融入人们现实生活中 才能都活起来 院长 咱们现在在中州县上了吧 对 这是中州县的 有人叫起点 有人叫终点 如何这是中州县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中国楼 据说您的工作范围 常常是在中州县的四周 对 在我们的认识里 中州县是亲民的 它是在人们生活中的 一直在人们生活中 那么无论两侧的平方四合院的区 从元代以来的 这些居住区南北 锣鼓巷 到石叉海 这是过去大运河的终点 那么石叉海是一个 非常有人民性的今天的公园 一直到中州县上的 鼓楼前的商业 特别是大师大的商业 所以中州县认为 它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走线 所以非常亲民 所以我这些年 无论是居住还是工作 始终没有远离这条走线 比如说我们这次中州县的生意 您也是不遗余力地在支持 除了它在您居住的地方附近 在您工作的很多地方 您对它是有深刻的感情的 那比如说以十年来 作为生意的准备的话 中州县的生意 进入了多少的准备 北京的中州县 是已经进入一个快车道了 那么它的清华大学吕州教授的团队编制的 申报世界遗产的文本 已经送到了国际组织 并且被接收了 所以它已经进入快车道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首先呢还要既不深化中州县 它的历史价值 第二呢中州县还伴随着一些环境的整治 这两项工作呢都在同步的进行 一般不了解它 觉得中州县不还是在那儿 其实呢有很 每年都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天坛 过去历史的原因 天坛呢 里面建了一个大型的医院 三级甲等医院 叫天坛医院 今天天坛医院整体的搬到了丰台 原因就是在于生意 生意 它就在中州县上 有一些微变化 其实就是你们的在整治的过程当中 进行的一些重新的布局 那比如过去呢 我刚到北京市规划部门工作的时候说 当时老的这个我们的规划师就说 北京有三大败笔 就城市规划中做的不好的事情 当时检讨 一个呢就是骨楼前面的 这个迪安门商场盖高了 盖了五层商场 有点压中骨楼的景观 第二就是站在 石山海的银定桥往西面看 有一个景观叫银定观山 结果建了一个积水潭医院 就把山挡住了一部分 第三个呢就是在 辽代非常著名的天陵寺塔 旁边建了一个 180米高的大烟囱 第二热电厂 这三个是他说规划的败笔 意思是说什么时候能纠正啊 结果现在中秋现 申报事业遗产过程中 第安门商场降成了 银定观山 积水潭医院 没了 那病房楼压了 两项都已经解决了 那个大烟囱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一部分专家认为呢 这大烟囱仍然影响这个天陵寺塔 应该赶快拆掉 另一部分专家认为 它是一个工业遗产 它也是一个历史的建政 应该保护 现在两边都有人在呼吁 但是中秋现实这两处整治了 并且呢最近中秋现实 一些比较高的建筑 也叫再拆除 我真看到那个中秋现的感觉了 走到一段 你看那儿就是中间那儿 这就是中秋现 中秋现 你看上面的景山的万春亭 是中秋现上最高的一个建筑 那么这条轴线一直笔直地 穿过无数个门洞 最后到了南城的永定门 一般我们这样老百姓在这走来走去 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感受 但您这样一说 这个轴线就出现了 这条中轴线呢 其实它呢 这个不断地在这个成长 它不是静止的 不是说就固定在永乐这个年间 或者是在 它最初呢 元代的时候 这条轴线呢 它就是指到今天的这个 就是紫禁城的南面 那么后来 到明代 永乐皇帝把这个 北面给缩了 武功五里地 南面扩了一里地 就到了今天前山门 然后到了 嘉靖又往前拓了 所以这条中线变成7.8公里 但是中州县两侧的建筑 也在不断地标 比如天门广场 天门广场呢 过去是千布朗 那么有大明门 后来呢 天门广场的扩建 但是天门广场 从第一敲土 人民凶纪念碑开始 就是在中州县上 一毫都没有差 两侧建的人民大会堂 当时叫革命历史博物馆 一对建筑 就是找平衡 你们两个堂 17万平米 当时这个博物馆 才6.5万平米 但是撑起架子 也要把这轴线强化 两侧天门两侧的这个 就是观礼台 设计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后来的 所有的设计 都是尊重了中轴线 这条轴线还在发展 你看北侧建了 革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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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城市的规划 有了一个轴线以后 其实是每一代人 在往上面添加它的生命令 添加它的生命令 在往上面添加它的生命令 革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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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看了 会遗憾 你现在来什么心情 是山院长 所以我遗憾 它是保留这块地 很重要的一个规划室 院长 刚才首钢的朋友说 这叫做华丽转身 对 真是华丽转身 这个有很多形容词 你比如这个是练钢铁的 所以它是火 现在是 你看滑雪大条台 是冰 彩色的 对 很有意思的 这跨越时光 我们刚才看到的冰与火的现场 对 但是真的很难想象 一个工业文化遗产 能够跟一个体育盛世 这样子的连接在一起 它是不是也成为了一种标杆 它可以被复制吗 不一定很多城市 能够有成功申办冬奥会的 这样的机会 但是它这种理念 这种保护和合理利用 这种开放的理念 我觉得是可以借鉴 它应该是一个典范 你要这么大片的 8个平方公里的首钢圆区 那么今天在高炉熄火以后 没有大拆大建 把一代人的奉献 一代人的理想把它保留了下来 2009年您就开始为首钢提案了 当时是因为您的职务的关系 是文物局的局长的关系 两次都是在国家文物局的岗位上 但是2009年是希望能保 2010年的提案 希望能活化利用 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是一个进化过程 但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中文 我觉得很欣慰 因为我做了15年的政协委员 写了230多个提案 全都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 那么很多今天 我觉得看到最后 这些保护成果能呈现 我觉得在其中有的 我也做了一些努力 也做了一些呼吁 你对于工业遗产这么有兴致 也是因为您做过工人的关系 做过工人 我那个工厂生产集成电路 但是我在故宫备案工作以后 有一次到1300去 回到那路上我想 路过我的工厂拐个弯 进去一看 只剩了一个厂门和厂中间 一棵大树 全都拆掉了 搞房地产 我觉得心情非常的低落 我说这种大拆大剑的改造 这种对一段历史 给予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 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您觉得中国尤其是洋务运动以来 中国的这种工业的发展 留下了很多历史的文物 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说 它代表了什么意义 我们工业的发展的历史相对比较晚 但是它寄托了一代人的理想 比如过去的十业救国的这些理念 以及我们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能够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生产的基地 这样的理想 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 那么156项大型的工业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展开 这些今天确实很多是有值得保留 我举个例子 我去长春的时候 长春的市长 他就说我们要建一个博物馆 希望国家文具能给予支持 我说你长春为什么没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他说我们是个新城 历史不长 所以我们没有那些古建筑 可以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说你们的长春电影制片厂 出了那么多的影响我们一代人的这些好的影片 你们的第一汽车制造厂 那么当时集中了全国非常精锐的设计 一气 一气 我说你们这些都应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他说这些能吗 这些都是几十年的事情 我说当然应该保护下来 后来他们就赶快编写文本 报警国务院批准了 成为这两处都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第一汽车制造厂 完整的保护的厂房还不说 它对面一百多栋 用当时工人们居住的住宅完整地保护下来 就保护了一个完整的厂区 呈现出那种豪迈 那种气概 那种为国家贡献的这种精神的一个实体 那种祖辈曾经奋斗过的经历 对 并且它还在生产 并且生产得越来越好 把古老的东西现代化 是您一直在做的事情 包括了像手钢这种是有故事的 有历史性的东西 你让它能够活出来它现代化的样子 这是我一直希望追求的目标 无论是古建筑还是当代建筑 包括二十世纪遗产 历史的链条是不能断裂的 所以当代的创造应该给后代流行 为未来要保护今天我们的创造 我们的东西 有的时候因为年代短 人们就不珍惜 有时候因为认为工业遗产都不漂亮的 认为它是跟我们今天这种光亮的这些建筑 没办法比 其实它们有它们的苍生 有它们的故事 有它们 有不可复制的地方 对 有它们一代人的追求 这是我们的几个年轻的同事 是您的同事 对 我们东州文化发展研究院的同事 我对这个有兴趣 老善走东城 也是我们东城文化研究院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谁提出来的 是我们提出来的 你们提出来的 对对对 为什么要给院长设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要内容 然后想通过院长 然后把这个东城的这些文化街区的这些文化 然后让市民 让老百姓更多的去了解 熟知 那你为什么要一定要院长 你就觉得院长跟年轻人沟通 或者是最好的一个形象代表了 对吧 是一个网红院长 是 我愿意跟他们一起工作 为啥 你的年轻人 年轻人我就变得年轻了 嗯 跟他们打打打打的 平常开开玩笑 我觉得就是 觉得好像 自己也是跟他们同龄人一样 你有没有想过啊 到了这个时候 中国的年轻人会这么热爱中国的文化 这种文化的自信开始出来 你看还写了个中国两个字在身上 你看 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 尤其是这两年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是前仆后继的去支持这项工作 而且对中华文化的这种保护 自豪感以及参与感是越来越强的 对 这个变化很快 尤其这两年我觉得变化很快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觉得这年轻人数的时代跟我们不同了 我们过去对于那些高科技啊 往往是仰视的 我留学的时候到国外觉得 哎呀 东京的地铁密密麻麻的 我们北京什么时候能建成这样的一个地铁 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 他们随时的接受世界各地的信息 他们是平视的 就是这种自豪感 这种自信心在他们身上是不断地在增强 我呢经常到大学去 那么很多大学生都是站在那一直在听 他就愿意听这样一些内容 所以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和渴望了解更多 是我感受很深的 那有人认得您啊 像我们今天在路上就有人认得您了 那很少认过 我又不是网红 您真不是网红 真不是 那人家说您网红 您什么感受 就是得跟他们解释我是被网红的 但是被网红 是不是对您在推广 您想做的事情还是有帮助的 《国家宝藏》就是很多的博物馆的文物产品成为了网红的产品 那么我在故宫修文物 我身当中能够做成一件或两件事是很美好的事情 《热爱》两个字就是 有人说你整天工作 你也没有愉乐 你也这个 我觉得那就是对于我来说 工作就是愉乐 其实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文化医生保护 一件事情有很多的表现形式 在这方面 在这方面就是题材会很多 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 而且您可以在一个文化大锅里可以做一辈子 用不止境吧 用不止境吧